之前在往季的家务男中 跟杨迪有过什么样的渊源吗 因为我跟杨迪一直也是比较好的朋友 所以他当时录这个家务男那个真人秀的时候 我有去他家做客 然后我又给他带一个大肠 然后他喜吐了 那也是我们做家务男人的一个经典的一个场面了 太败人了 对杨迪的做饭水平有什么样的印象吗 我觉得杨迪是一个十分懂吃会吃 并且也很喜欢做饭的一个人 因为有时候朋友们去他家玩 他也会秀一秀他的厨艺 加上之前也在我们做家务的男人漏过一手 所以我感觉他愿意再回来 首先也是一个自信的表现吧 那您对自己的厨艺感觉怎么样 可能跟这几个家务男孩中厨艺比较好的差不多 但你要说比他们好 我觉得现在我这个几天跟他们相处下来 我也没这个信心吹这个牛了 我感觉他们确实在做菜方面 还是可以 那今天的厨艺课还有其他什么收获吗 今天的厨艺课我觉得收获还蛮多的 因为郭老师他有的时候讲得很细 特别是后面在比赛的过程中 对于勾芡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说不要有时候一道很简单的菜 但是你别以为一次勾芡就能成功 可以分三次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以前没有听过的 因为以前的勾芡总是我认为是在最后 在这里我也给大家提一下 就是刚才这里面的勾芡 一定要分两到三次来勾芡 不要一次勾完 就麻婆豆腐 它在中间的时候要勾芡的 它才能入味 如果你一次勾到了之后 它就里面是凉的外面是热的 包括在上一节厨艺课的时候 有凉拌菜的部分 它其实中间也提到了很多调料 是容易让原来的食材出水的 那这个出水其实会影响凉拌菜的口感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些小妙招吧 我觉得记下来的话 对提升自己的厨艺 因为厨艺呢从我觉得从20分提高到70分 是蛮容易的 一个完全不会做菜的人 学会做菜我觉得是容易的 因为把菜做到能吃 大部分人都能够完成 煮熟就行了 或者是调味没有那么精致 但是如果你想把厨艺从70分提升到95分 这个就需要费很大的功夫了 那么完全都是一些小细节 完全都是靠经验 火候调味各方面 其实蛮难的 所以厨艺这个东西 还是要不断地去精进吧